我覺得你這個事情處理的不好 你不能 你應該要冷靜下來 他不可能會故意要罵你 有時候情急 有時候我們玩什麼東西情急 會脫口而出他也都是有心 那你這樣子 他也會覺得很難堪 所以呢我覺得 他跟我講這樣我聽得懂 真的為什麼我沒有沉住氣 我還覺得我蠻 蠻幼稚的 吃到六十塊我怎麼這麼幼稚 不會處理事情 所以我很謝謝晨晨哥跟我講 講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我告訴你們 從明天開始我不會再對 這個話題跟目前 所有的話題再說 任何一句話 反正我已經解釋清楚 你們愛怎麼講 你們就去怎麼講 其實那天我去錄晨晨哥的節目 錄完他有跟我說 你有空嗎 來我房間聊一下 你聊完你有事嗎 我說我沒有事 然後呢 我就去跟他聊天 他說 我覺得你這個事情處理的不好 你不能 你應該要冷靜下來 那我聽了他一息話之後 我會覺得說 勝讀萬卷書 我也感謝晨晨哥 他願意給我開破 你說 他不可能會故意要罵 有時候情急 有時候我們玩什麼東西情急 會脫口而出 他也不是有心 那你這樣子 他也會覺得很難堪 所以呢我覺得 他跟我講這樣我聽得懂 真的為什麼我沒有沉住氣 所以我還覺得我蠻 蠻幼稚的 吃到六十歲了 我怎麼這麼幼稚 不會處理事情 所以我很謝謝晨晨哥跟我講 講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聽完之後呢 我不但很釋懷 而且我也覺得很抱歉 我覺得我也真的很抱歉 對所以我就覺得 從明天開始這些事情 紛紛擾擾都到此結束